歡迎來到第二節出局的節目 鄧小華請你繼續 為何近年文學的氣氛濃烈了 我想向大家描述一下 以前我們就覺得寫了書 在家寫了書 寫完書之後有人買沒有人買 可能很少人買 就會覺得文學好像不受關注 但反過來這幾年 我自己會搞很多文學活動 例如司祖阿朗眾會 願意跟你合作的派對 例如本土獨立音樂 戲劇的人 繪畫的人 試過藝術的人 是多很多的 然後我見到文學界的朋友 本身也願意參與很多公眾事務 例如保育運動 紀念六四 我們都有搞幾場很大型的 然後會有幾百人來參加 在公共空間裏面舉行的一些文學活動 然後整個動員能力 不是我們以為自己讀書會 但原來是有幾百個不懂的市民 就是想來聽聽你讀關於六四的詩 譬如我們見到 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 很多文學的東西 原來是引起到別人的興趣 共鳴 還有他們會覺得我們是願意來的 你會見到 其實可能這件事整次有多 那是否這兩年的轉變 令到你們兩年前或三年前 沒有文學觀概念 或者那時未組織到來 那是甚麼原因就是這兩三年的轉變 令到你們今時今日 即是兩三個月前 開始提起文學觀念 我想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回歸之後 一些本土文學的元素 開始滲入基礎教育 不單是各大專院校 又開香港文學課 譬如董契張的作品 大量成為教材 然後另外就是基礎教育部分 譬如中學生裏面 他們讀的課文 有很多都是本土文學的 本土文學作品寫些甚麼呢 本土生活經驗 寫些甚麼呢 本土的建築物 本土的街道 跟他們很接近 然後鼓勵他們創作 所以文學的基礎人口 是會大了很多 舉個例子 就是回歸剛剛後 第一屆的香港文學節 都是市政局搞的 即是圖書館搞的 他們是有大概是六千人 去到2006年那屆 是二十二萬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即裡面涉及了 你認為那二十二萬是人次 人次 參加文學節裏面的各項活動 可能是兩個星期的文學節 還有一些 譬如中大有一個網站 叫做香港文學資料庫 譬如回歸之前 好像是2006年之前 差不多每年就是200萬 click 接著去到2007年的時候 直線變成700萬 2008年買響1000萬 你看到那個數字是這樣 直線上升 所以是甚麼事 其實就是 本土文學我理解就是 醞釀了很多熱情和能力 在這裏 接著去到這幾年 在教育的改變之後 年輕人的加入 令到本土文學成為了一個 更加有民間色氣色的東西 然後這件事 當醞釀到那麼多 我們覺得 其實可以想想文學管用 我們不是孤獨 文學不是小眾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幾年 在今年的時候再衝出來 而在前幾年 譬如說2006年 我自己未開始搞雜誌 其實我真的可能感覺不到 而我覺得我們在推廣文學管的過程之中 亦都是等市民重新發現 原來他們身邊是充滿著文學的 就是這樣 在這個地球上面 有沒有甚麼成功文學管的例子 成功文學管 我覺得台灣的都相當成功 台灣的文學管是叫國立台灣文學管 在台南 聽起來好像偏少少 但它就是一個歷史建築 即日治時期的舊的建築裏面 很精心地將建築改建 然後變成文學管的設置 不僅生動 是你要走進去的時候 你是要自己好像進入了文學的世界 怎樣呢 譬如說它進去有主題 異象 用牛和鐵道去形容 或者去展示台灣的文學特色 就是和鄉土的關係 以至於邁向發展的關係 這樣就會用很多關於牛的東西 例如牛的圖像絲 就是牛耕田的時候 背著泥和棍子 移動的時候 會展示絲果出來 是一個很有異象的 第二它的特色就是 你參觀的時候 你不只是用眼看 你的身體要牽走 有些位置會說 你要用腳去觸摸圖像絲 那隻牛 觸摸腳的牛又會跪下 觸摸頭又會縮開 你要用自己的身體去接觸 對 或者另一些位置 它播出原住民的歌曲 那些喇叭是低一點的 那我倒想人會告訴你 為何要這樣 為何不讓耳機帶 就是你要很恭敬 如果台灣的經驗 香港搞文學館 為何不可以在一個保育的建築 或者特色的建築 或者香港已經有歷史悠久的建築 裏面做一個文學館 而要在西九 我們不是不想 你看一下現在的保育建築 變了些甚麼 我們先看看 尖沙咀水晶總部和和昌大壓 多貴 我們其實不想這麼貴 但在西九方面更貴 這個有可能是一個可能性 如果這樣做 就有這方面的意義 但剛才我們說文學和其他界別的跨界作用 有西九方面就有這樣的意義 還有剛才提到太詞的問題 我也想提到一點 其實我自己看這些文件 就是西九的會議和一些附件裏面 都提過一個規劃的原則 即是現在開始規劃了 要用甚麼原則去做 原則就是要有彈性 在規劃裏面是會預留一些空間 等到這個文化區是可持續地發展 因應未來的幾年十年二十年裏面的 社會的改變 經濟的改變 文化的改變 這件事是會變的 有機地 這也是一些關鍵詞 即剛才那些詞都在這裡 有機的可持續的 彈性的 這樣 所以這件事其實 換這個角度來說 是不存在太像 這件事 即可能現在有個藍圖 凡事都有藍圖開始 根據現在的藍圖 但存有一些彈性的空間 那這些彈性的空間 會不會是屬於第二期 第三期的發展呢 那如果這件事 文學館是否可以在這個位置 進去呢 所以我是這樣看那個時機的問題 還有其實那個Hurdle 說真的 搞落覺得 那個阻力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大 譬如其實 很多大學的朋友 在大學工作的朋友 告訴我們 就是他對文學館的意念很有興趣 是很積極的 是很積極的 他們又覺得 我們準備了這麼多 寶劍十年 我們這些 白仙勇張愛玲的東西 我要一下就送給你們的文學館 雖然我們不知道 怎麼起發 但已經想送給你了 已經想送給你了 有可能性 是的 然後因為這樣 甚至政府 Cathie G 其實是有去和大學會談 你們現在民間有文學館的概念 你們怎麼看 Cathie G 或者西九管理層 或者政府 我覺得都對這個新概念 他們不是先阻攔 而是想看看知道是甚麼事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以市民 我一個普通年青市民 就會覺得 西九現在在搞甚麼 我完全不知道 它盤數大到我不懂得想像 你們說的那些 甚麼 M plus 解極都解不明白 現在有人願意 譬如有人出來說文學館 雖然之前沒有說過 但好像說得反而比較清楚 文學館裡面包含 我剛才說的活動 除了展示 研究出版 搞活動 這些東西 是有基礎的 西九其實經歷過一段 以前我都說過 有不同的階段 上一次階段的結論 就是四樣東西 一就是所謂的 Visual Arts 包括水墨畫 跟著Woofing Image 跟著Public Culture 這幾樣東西 其實已經在桌上 等到桌上 OK 如果今次你們啟動文學館 可能電影界 又說做個電影博物館 跟著有些叫做漫畫 做個漫畫館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色術館 或者其他館出來 電影博物館 我想起碼爭取了20年 你們有沒有信心可以爭取到呢 或者我們將這個節目 我想這段時間 我們在這裡停一停 跟著最後你們打一答 你用什麼方法 有沒有信心可以爭取到